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寄讀 在纽约当警察变得比较简单的你知道吗 标题说了NYPD NYPD你都不知道的话 看一些影片电影影集之类的 你应该看过吧 警察就NYPD 如果今天是洛杉矶的LAPD 这个应该有印象 NYPD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makes fitness tests easier after increased retirement 所以他们让这个fitness tests 就体能测试变比较简单的 因为有增加了这个退休潮 可能就是因为 I don't know 婴儿潮 baby boomers开始退休了吧 所以现在警局警队不够了 所以他的标题 标题完了现在开头说 Fat we can slow is no way to become a cop or is it 又胖又弱又慢 是没有办法 no way变成警察的 或者真的吗 所以就质疑这件事情 所以又胖又慢又弱 还是有可能当警察 所以其实这个报道蛮简单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词 So NYPD dramatically relax the fitness requirements to become a city cop amid a record wave of retirement that has the breast desperate for warm bodies to fill the ranks 好 所以他们很戏剧化的 relax the fitness requirements 这relax你当然理解要放松 所以放宽也可以用这个字 所以放宽的这个 fitness requirements 来变成city cop 那他做这件事情 是在这个东西之中的 什么之中啊 就是在退休潮之中 所以这里omid这个字 就是在什么的中间 OK 那退休潮这个词 而且是就是有史以来 很高的退休潮 所以他加了一个record 这个字在前面 所以这个record wave 那这里的record 是个形容词 所以他加在名词前面 就是记录的 这样有记录的 不是有记录的 就是创记录的的概念 所以要是今天有个东西 是历史新低 我们可以叫它record low 历史新高 record high 那但是low跟high 可能你会想说 像不像名词 或者像不像形容词 low跟high 可是它也可以是名词 说真的 right 所以你要是今天达到一个新低 you hit a new low a low不是roll hit a new low you hit a new high 所以这里的low跟high 也可以当名词使用 所以加一个record在前面 就是历史 创下历史的 这样子 so record low record high 所以这里说的record wave 就是历史上的这一个退休潮 创造历史的 好这里应该这样就没问题 那甚至打破记录 你又可以一个形容词 叫做record breaking okay record breaking performance 没问题 好所以这里是有一个record wave of retirement 那这个东西呢 使得他们的brass 我查了一下这个概念 因为我理解brass 是青铜的意思 甚至也可以是交响乐团里面的同管乐器 但这里虽然不是同管乐器 所以找了一下brass讲的就是high ranking officers 所以高阶的长官主管这些的叫做the brass 好 那我们讲一下另外一个 补充一下brass的片语 这个我在 我很喜欢看了一个剧叫绝命律师 就绝命毒师的那个 一个spin-off 他的另外一个 他里面有个很厉害的律师 叫Saul Goodman 那他自己现在有了一个影集 这样 而且这个影集比绝命毒师的长度 已经还要长了 他在7月中旬以后 就要把他的完结 把他这个最后的几个finale 要把他演出来了 要上netflix了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大结局 叫做finale 就是final这个字变出来 只是他发音是finale 所以顺便分享一下 所以我很迫切的想要看他的finale 因为这个剧非常好看 我觉得完全不输绝命毒师 我是同一个人做的 就他背后的producer 或者是应该说他的故事的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讲故事的人 是同一个人 好anyway 那在那个 为什么讲这个剧 因为这个剧里面的Soul Goodman 他常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些词 就包括这一个 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讲正事吧 因为他可能都会先讲讲笑话 什么这些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很能交朋友的人 所以他今天要是 有正事要谈 可他会先跟你chit chat一下下 跟你聊个天 让你放松一下下 然后再很诚恳的说 好我今天来 其实是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就会说这个片语 Let's get down to breast tags 所以get down to breast tags 在这个剧里讲了无数次 非常非常多次 以至于我就把它学起来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to start discussing start to discuss都可以 or consider the most important details or facts about something 所以我们今天来 我们要来开始讲正事 我们讲最重要的事情了 ok 所以笑话讲完了 so let's get down to breast tags 所以这个片语 你学起来 ok 学起来 好 所以这边这个breast 说的是高官 所以高官想要一些warm bodies 温暖的身体 反正就是new blood ok 来fill the ranks 什么叫fill the ranks呢 我们这边也rank这个字多讲一下 rank基本上有排名的意思 所以在一个组织里面 它的那个组织架构 也可以会有一些rank 大家懂意思 你今天是一个课长 部长一路升上去 那这样就是你攀爬他的rank 所以有一个词 叫做rank and file 多学一下 他讲的就是一个组织里面的低阶的成员 所以他是一个组织里面的一般的成员 就叫做rank and file 所以你说银行里面的行员 就叫做rank and file ok 一个公司里面流水线 生产线上的工人 就叫做rank and file 就懂意思了 so这就是ordinary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懂了 ok 好 所以他想要来fill the ranks 也就是总之 招募一些新的警察 好 所以那详细来说 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就读给你听 the department replaced a full six foot wall 这个faux就假的 那无所谓 你把它想成fake也是ok的 所以一个六尺高的wall replace掉了 inside the police academy 就警察警校 ok 警校里面健身房 so inside the police academy gym with a chain link fence that's easier to climb 所以他们把刚才那个假的六尺高的墙 换成了一个chain link chain就是那个铁链 所以链条连成的一个fence fence就是围栏篱笆之类的概念 那因为是链子 所以应该比较好爬了 大概是这样子 墙的话你真的得抓到最顶 然后要用你的手指头把你全身撑上去 可是如果有chain link的话 你可能手脚一起用 比较有地方可以湿力吧 这样子 好ok anyway 然后再来 接下来看下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 好 所以这个move came after a cell phone was used last year to record a series of out of shape wannabe cops laughably trying and failing to get up and over the wall 所以这个move 什么move 就是他们现在要 让那个 就是让 就是把标准降低的这个move 这个move 或者你可以说这个decision came after后面这件事情 所以后面这件事情是 才发生的 之后才发生的 什么事呢 就有一个手机被用来录 ok a cell phone was used last year 去年 to record 来记录 你注意到我这个字的发音 跟刚刚就不一样 动词就是record 那我们刚讲到打破记录 叫record breaking record high record low 所以名词的发音叫record 或者形容词的发音叫做record 那动词发音叫record 好anyway 所以他就来record 一连串的a series of 什么东西呢 out of shape 就是身材走样 然后是想要当警察的人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做wannabe want to be的概念 所以它变成一个形容词wannabe cops 就想来想当警察的人 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一个词叫做would be ok 所以wannabe先给你看一下 那如果今天是would be加名词的话 就是会当警察的人 像例如说你已经准备要当爸爸了 你老婆已经怀孕八个月 你就是一个would be father 听懂意思吗 would be这样子 那你下个礼拜要结婚 so you are a would be husband ok would be 跟wannabe就不一样 你不是一个wannabe husband you are going to be a husband 你不只是want to be而已 所以你是一个would be husband 你不是wannabe 那wannabe的意思就是 你不见得真的可以变得到 所以这里的wannabe cops 他们大概就失败了 ok 好 所以他们laughably trying 这个laughably就是 可以笑的好笑的 所以好笑的在那里尝试 而且失败来爬过这个墙 所以他们就把六次墙 换成了刚刚的chain link fence 好 ok 再往下看 那就看到这边又继续说的 就是这些失败的人 那他们就滴滴着 垂着头 然后觉得很丢脸 所以这里有个动词片 很生动 so they hang their head in shame so hang somebody's head in shame 所以要是我今天失败了 I hang my head in shame 这somebody多半讲的是 自己或者是 你描述别人的那一个人 so somebody is hanging his or her head in shame so in这个介绍词 我们常讲到 就是它可以表达什么状态 所以处于一个丢脸羞愧的状态 in shame ok in shame 好 这里ok 那following two futile attempts 所以这边讲的影片内容就有 一个人试了两次 然后没过 然后就垂着头很丢脸 ok so hang his head in shame following two futile attempts failed attempts 都可以翻译 所以futile这个字就是徒劳无功的 ok futile 我常说这个tile结尾 有时候念成futile也是ok的 所以如果这个字读成futile 我真的比较少听到futile的版本 多半听到是futile ok futile 好anyway 不过独立拿出来用 something ends in futile 好像有 ok futility是它的名字 好anyway这不说了 好所以总共这边说了呢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would be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barrier surmount 那个barrier是障碍的概念 sermont就是要把它爬过去 所以就是刚刚那个墙 所以这只是六个中的其中一个 is one of six tasks that comprise a physical exam known as the job standard test 所以它是六个其中一个 one of six tasks 就是任务 那这个东西组成了一个体检 这样子 不要讲体检 身体训练 身体考试 体力活 所以comprise就组成 a physical exam 它又被称为job standard test 这个工作的标准考试 那这些东西是会当警察的人 必须得通过的 so the would-be cops have to pass before beginning six months of training at the academy in Flushing Queens 好所以这里的would-be cops 就是会当警察的人 那他们必须要通过 在他们开始六个月的训练前 所以六个月后来是在法拉森这个地方 好皇后去 All right没问题 那你看这就是那个盖德的墙 可能还是六次 可是现在变成了chain link 好用那个铁 就是用chain来link起来的 好anyway 那下面是原来的墙 他要爬过去 所以这里说了 就是你会 就perspective就是 预期能够当警察的这些人 所以prospect这个是叫前景 所以perspective 哪个形容词 形容东西就是 这个人是即将要成为什么的 他是由前景成为什么的 所以perspective cops 有时候我们也常看到 perspective clients perspective candidates之类的 好所以这些 perspective cops previously先前那必须爬 六次墙高的墙 所以scale这个词 你可能想说爬墙就climb 可是scale也绝对可以当成爬 所以这里这个词 我们可以多讲一下 它也有一个意思叫做爬 它还有很多其他意思 我们整理过 包括它也可以是天平 秤 磅秤的秤 然后它也可以是鱼领 领甲的那个领片 scale 那还可以是比例 所以这个词意思非常的多 其中一个可能你觉得比较少见的 就是攀爬 so previously had to scale a six foot wall 所以身为这个一部分的考试 考试的一部分 然后这里还说 另外有一个就是 它把那个时间的总长度 从三分钟 三分多钟 3 minute 28 second time limit that was in place in 2019 was extended by nearly a four minute 所以我看了一直笑 我就觉得 哎好了 因为或许不应该笑 所以它被延长了 所以原本在2019年是 it was in place in 2019 所以这个规则是 in place就是处于这个规则中 那它被延长了 was extended 延长了几乎要一分半钟 有一分半 一分钟 不是 一整 几乎一整个分钟 nearly a four minute 延长成了四分二十八秒 sure alright 基本上就是一分钟 然后其中一个很恶心的 就感到恶心的警察说 这根本不难 ok one disgusted cop said it's really not hard to pass the fitness test ok 那还包括有 重复跑 跑上跑下一个六阶的一个台阶 ok 还有用一个什么机器 一个weight machine 当成是模仿 要是你跟一个suspect 跟一个嫌犯在struggle的时候 你必须要可以跟他撑下去 这样子 好 然后另外一个老兵 老警察说 要是你过不了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当警察 if you can't pas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being a police officer you shouldn't be one 你就不应该当一个警察了 好 另外还有讲到这个跑步的 你本来是要跑1.5mile 14分钟跑1.5mile ok or less 那后来好像也延长了还是什么干嘛的 他直接把它scrap掉了 所以这是我下一个要讲的字 所以我把这句读一下好了 in addition to easing the job standard test the NYPD appears to have scrapped a rule that required recruits to run 1.5 miles in 14 minutes 21 seconds or less to graduate from the academy 所以本来有这个1.5mile 要14分钟21秒跑完 他们把这个东西整个scrap掉 也就是把它划除掉 划掉了不要了 所以scrap这个字 它原本长的就是s-c-r-a-p 这个发音叫scrap 另外一个词你要认识scrape scrape这个词就是去擦东西 刮东西叫做scrape ok像你今天在盘子很脏 然后你拿一个布来刷刷刷 把它刷干净scrape ok或者应该讲说 就你把上面东西给它干掉 这样子scrape 像你把马桶擦干净scrape scrape the toilet这样子 那其实跟scrap这个字有点像 scrap ok 它这个动词也是把一个东西去摸摸摸擦擦擦的概念 那scrap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当动词就把什么东西当垃圾 那当形容词就是垃圾 所以废五金 scrap metal 废五金 ok 然后废木材 scrap lumber scrap 废纸 scrap paper 大概都可以 所以scrap就是垃圾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被去除掉 当成垃圾丢掉的概念 所以他们把这个规则给丢掉了 好了 总之现在在美国当警察 在纽约当警察 变比较简单了 唉 台湾会不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唉 我们在这个人口老化 然后少子化的状态下 我们的考试标准 会不会慢慢降低呢 Do we lower our standards across the board through you know for all kinds of tests you know 我会不会这样子 I have no idea but I kind of think that it is an eventuality or inevitability 这是一个迟早会或者是夺不掉的事情 because you know for things that used to be competitive they are not going to be competitive or not nearly as competitive in the near future because of our low birth rates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低生育率的关系 本来很竞争的东西 以前很竞争的东西 它一定会变得不再那么竞争了 unless we open our borders and welcome new immigrants to come in 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国界打开 然后欢迎一些新移民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才会促进我们的竞争力吧 我也不晓得 多欢迎香港移民 例如说 或者东南亚的移民 我们也可以欢迎进来 这是我对台湾的看法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口组成 our population the composition of our population 本来就不是说非常纯的是 某一种ethnicity的人 某一种主义的人 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新台湾人 或者新兴台湾人 都已经是很多外籍的子女或这些的 所以我们本来既然就不是什么纯种的人 那我们就多欢迎一些 一些其他人进来吧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跟优生学 蛮有关系的 你跟离远一点的人来发生关系 然后生产后代 本来就是会生产出比较结束的后代 right 所以这个叫做eugenics 就是优生学 不时不时会讲出一些词 好anyway 这分享一下无聊的看法 不知道你对我们这个台湾的 怎么会讲到这里 我不是要讲纽约警察的 的job requirement吗 怎么讲到了移民的部分去了 那无所谓啦 反正就先聊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再见 感谢观看